比如卧室你有盐灯就放盐灯 那你没有的话 卧室的灯可以关 其他都要开着 为什么 这叫做续忘器 如果说你想要忘记得 不是关 只要一天是到初五才关 如果说你是公教人员 你要在四十这个时间 你高职位的或者你公职 四十这个时候拜拜是名利双收拾 恭喜大家新年好 今年假期比较长九天 对不对 但这不管怎么样 公司开工就要开张 就要营审 那事实上 陶文老师有个秘诀 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注意听 听之前记得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帮你家的乐龄生活 多多的吸引一些朋友来观看 是的 来老师 谈之前 我们先来答复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不好 来你好 正姐你好 那个陶文老师你好 你好 现在王小姐问说 先生的父亲 因为某些严孕就是父子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来往了 然后去年因为他的那个公公也过世了 在2021年的九月过世 然后要问老师说 在今年的一百一十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九啊 他们可不可以去拜一皇大帝 还有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四号 可不可以青春跟贴春年 所以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对不对 没有住在一起啊就是决裂了 所以说就是其实已经不相往来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说连告别是他们父亲两个人也都没有去 不过是这样 因为父亲是至亲 如果说家里至亲有这样过往的话 玉皇大帝是不可以拜的 而且在每一个庙的天宫庙也不可以拜 这个最起码在百日之内一定要遵守 对对对对 对自己的运气是有受影响的 对是百日之内是已经超过了喔 对如果超过的话百日之内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说我们以传统的习俗来讲要对年 要一整年 那当然因为现在工商时期 我们就到百日 如果说他愿意 他当然是自己的运气要好 你不能说堵气堵到自己的运气不好 所以我真的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可以对年是最好 一年之内 比如玉皇大帝庙或者是天宫庙都不要拜 对 而且那个像你土地公庙外面的天宫庙 那个天宫庐啊 天宫庐也不能拜 那干脆连土地公庙都不能去啦 土地公庙是可以去 但是天宫庐不能够去拜拜擦香 哦 这样子 对 那如果他的青屯跟贴春年也都不可以做了 青屯贴春年可以了 因为百日了 已经百日可以做 请问一下 那他这样的话 拜拜他家里有拜狗骂吗 没有 对哦 就是一定没有拜狗骂嘛 那没关系 他青屯是可以做的 就是亲神明的屯啦 对对对 是的可以 应该是自己公司才是尊领吧 对对对 那是一定要尊领 老师在青屯的时候 我们都只讲到那个香炉嘛 那比方说你们家有神明的那个木雕 或桃雕 或者是那个土啊 对 就是那个也要清吧 青屯是指的是清香炉 那你如果说你要把佛像给弄清 比方说你们家有个神明桌嘛 对对对 一定有拜几尊神佛啊 是是是 或者是有的人是拜那个土案的呀 对对那可以清洁一下 那个都要清嘛 对那是可以的 一定要送完神再来进佛 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大月28日就除夕的前一天啊 这一天在哪个时间点贴春年最好 如果说你在过年前 其实过年前都可以贴啦 因为为什么在除夕贴的原因是因为 让全家参与 对 如果贴春年最好的时间 通常都是在中午是最好 40到40就是9点到11点之间贴是最好的 好好所以说日子是无碍的 是的日子无碍对 好感谢老师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 祝福 谢谢 帮听众朋友服务 谢谢 开财运赚大钱 对对对 开财运赚大钱 我们从过年前的 比如说我们的开张啊 不是我们的那个送神啊 对不对 对都完了 然后晚上接财神啊之类的嘛 那接下去我们来讲大概从初事开始讲 好不好 初事的话我们都要接天神回来嘛 因为送神总要接回来 那拜拜的神就是说要在初事这一天接回来 那因为送神要早接神要晚 你知道随来就监督你嘛 所以晚一点 大概晚上的时候再来接神 因为我们早晚都拜拜 初事的晚上来拜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住的 还是一样记得糖果 然后水果 还有那个发糕 没有发糕的话就用海绵蛋糕 那当然还有一些接神的一些精子嘛 那里面记得要加一份叫做夹码 夹码 夹码一定要加 这个神会会更加的显著 这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一天接天神那很好 那到初五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叫做送穷 送穷 把穷给 对 也就是初一到初四 我们都垃圾都不出去 哦 对 初五这一天再把打扫再扫地 然后再把垃圾送出去 也代表送穷 把这个不好的汇气送走之后 接了好的财神回来 那送穷这一天 就是说我们在习俗上就是 初五才会接财神嘛 对不对 那你记得垃圾把它清出去之后 那恢复了正常生活 那但是还要记住一点 你的玄关的灯还是不要关 玄关的灯 那厕所的那个灯 你厕所一定记得厕所灯还是不要关 让它长脸点着 为什么厕所灯都不能关 因为厕所是属于比较污秽的地方 也比较阴比较聚会的地方 所以你打开灯的时候 随时对整个的一个 气场的一个提升会有帮助 所以说老师你是说 过年那个那段时间 就是除夕开始 你们家都是 点亮的 整天都是灯火通明的 每个房间都是灯火通明的 对不对 除处室的灯都点亮 任何一个角落能点灯都把它点亮 睡觉呢 睡觉的话就关 睡觉因为你不能 你有好睡觉嘛 睡觉你的 你要在卧室可以开夜灯 比如卧室你有闫灯就放闫灯 那你没有的话 卧室的灯可以关 其他都要开着 为什么 这叫做续忘器 如果说你想要忘记得 不是关 只要一天而至到初五才关 那接下去我们来讲说 开张拜拜 大年出师吗 对 开张拜拜 相信我们的好朋友说 我又不开公司 我干嘛开张 我没什么张好开 怎么开张 其实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 其实开张拜拜 不是只有公司 你自己每个人 个人都要开张 什么意思呢 开张是开启一整年的好运气 对 我们知道好的开始 是成功了一半嘛 事实上你真的开得好的话 是成功的全部 初一这一天 如果说你有去走春 那你走春走完春 你不是去去庙里面拜拜吗 你也不用去抢头香 因为我们凌晨 我们零点就在家里 就在接财神了嘛 就不用去抢头香 然后初一这一天 是非常好的日子 天得月得合的三合日 这一天开张拜拜最好 但是公司没有人开张 但是我们自己要到自己的土地公庙 附近土地公庙 或者是你一直拜拜的庙里头 比如说妈祖庙 那这个时候拜拜也可以安台睡 也可以为公司 但是重点是为自己开张 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全家一起去拜拜 拜拜要为自己开张要说什么 自己开张就助导我是谁 那我这个未来这一年当中 我希望开启什么样的好元气 做这些仪式 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沟通 你要在这跟 你跟神沟通的时候 其实跟自己沟通 很多基督教的朋友都是这样 跟神祷告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跟自己祷告 我们曾经有一个 我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工程师他来算命 他运气很不好 那后来听说他是工程师 那个不是基督徒 我说那你就 你先暂时不要算 那我问他说 你多久没跟上帝聊天谈话 他说跟上帝谈什么 我说祷告啊 他说哇好久两三年 他忙到没时间祷告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回去之后 接下去这一个礼拜 一天跟上帝祷告两次 那早上起床睡觉前 都讲一次跟他聊聊天 你跟他讲你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指引我一些迷路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一个礼拜以后他回来 我说要不要补光 他说不用 上帝已经告诉我怎么做 因为他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告诉自己该怎么做的 所以很多时候 记得要去拜拜 说给神明听 说给自己听 那你要起的愿 不要起的漫无天际的愿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拜拜 那这个时候拜拜时间在什么时候 诚实是最好的 你早上 早上七点到九点 然后五十就十一点到一点 五十就十一点到十二点 十二点 对对 你就会去拜拜 那对于来讲你是商务人士 尤其是你做业务的 尤其是做仲介的 你一定要去土地公庙 好的这就是 那接下去出事这一天 也是开张的日子 出事这一天 开张其实很好 公司开张 你为什么出事这一天最好 他要到公司来吗 老板有到公司来吗 最好是这样子 最好是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到庙里面去开张也可以 这一天立春嘛 对不对 立春四点零 四点零五十分 那这一天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开张的 那时间是在九点十五分到十一点 这个日子相当好 那另外第三个开张的日子是初七 初七 所以你看初一初四初七 初七 初七的话 这一天是月德和吉星造福的日程 那这一天是因为日做偏财路 偏财啊 所以这一天又文昌经 智慧生财 你看想想看 这一天最适合上班族啦 创意啦 这好开班啦 行销啦 对开工了 还有开创啦 直播啊 这些你都是直销也可以 就是 对 等事业经营者 开张 最好是这样 因为最起码一级主管 二级主管都要到 那这样的话 全家 全职个公司的这种气场才会一致 温馨的提醒一下 如果您是基督徒 您是老板 您是基督徒 一样要开张 一样要开张 为什么 那顶多你不拿箱 你在旁边陪着 那你核展核实就好了 因为这叫做 你做给谁看 员工看 让员工说 我没有开张咯 开张 这么好的日子开张 接下去 我们当然有机会好 其实这个时候老板你有智慧 好 那当然还有一个好日子 就是五十啦 五十的话比较适合在什么时候 就是初七的五十 五十这一天比较适合是 比如说个体户 个体户开张会比较适合 就是做小杂货店的 什么的 因为这一个时间叫做 易路公民时 就是不一样 你就无心插流流成阴的日子 这个时间 所以五十是值得去开张的 那如果初七你还没有回来 你觉得你还在外面玩玩到 那接下去初十 玩太久了呗 初十还是有时间的 初十对不对 好的 这个初十的时间 记得一定要再去拜拜的 因为这一天是天跪日 又是三合十 这个的话对你的裁员身材 对你商务来讲是相当的好的 相当不错 如果说你是公教人员 你要在四十这个时间 你高职位的或者你公职 四十这个时候拜拜 是名利双收十 是的 初十团拜已经很晚了吧 很晚了 很晚了 那比如说团拜也可以在初七 一开始上班了嘛 对 是的 拜完了之后马上就过元宵了 年就过完了 对 把过年前该做的事情 然后过年当天该做的事情 还有过年后该做的事情 都分成好几集的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播出了 能够开你的好运 好运气 对 然后呢 未来这一年叫虎虎生风 对 对 好 祝福每位朋友 是 都是好运到来 对 记得去要买陶文老师的 虎年开运赚大钱 这本书 然后把这个神龙龟随时带在身边 先赶快买 因为快要第一刷已经卖完 现在就第二刷 那么记得帮家里面的每一个口子安泰税 如果说我没有去拜拜的话 那记得换钱母回来 土地公庙后面有那个黑虎将军 黑虎将军全面会有一波水 水里面就有钱 你去换十块钱 换十个一块钱回来 这个叫做钱母 每个土地公庙都有 有 但是有的土地公庙没有那个水 你就拿自己带钱去 在它的香炉上面过一过 对香 或者虎爷那边 记得虎爷一定要拜 虎爷就是土地公庙的座祭 对 这个是黑虎将军会发财 让你发财的 是的 记得 谢谢唐文老师 谢谢 祝每位朋友 虎年运气都很好